战斗中身负重伤 左臂致残 素育一生最大的爱好 就是观看和研究军事地图 张灵甫 原名张宗陵 1903年生于陕西省长安黄埔港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他崇拜拿破仑和希特勒 性格暴躁 刚愎自用 因枪杀妻子而做过国民党的模范监狱 抗战时被释放出狱 所以改名张灵甫 他自幼模仿于幼刃的字体 因而写的一首好字 张灵甫在抗战中打出了名气 腿部腹伤致残 从此也得了个跛脚将军的绰号 抗战时期 蒋介石用美国的援助 为七十四师装备了全套美式装备 就是这个七十四师 就是这个张灵甫 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急先锋 俗话说 冤家路窄 1946年9月 陈毅指挥他的山东野战军 在四线攻城失利后 便率部退到淮寅修正 不到一个月 得意的张灵甫 借机对陈毅各部趁火打结 淮寅大战历时九天 张灵甫率七十四师 突破了淮寅城门 这是陈毅与张灵甫的第一次交手 在连水 还是那个张灵甫 还是那个七十四师 我军同他们进行了著名的 十四昼夜连水保卫战 但最终我们还是放弃连水城 这是陈毅与张灵甫的第二次交手 虽说中间会有胜负 但张灵甫依然占了上风 国民党陆军中将李延年得意的说 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 这时的陈毅宿裕为战胜强敌 开始联手作战 依照中央指示 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合并 从此华东野战军诞生了 陈肃联手的第一仗 肃北战役大获全胜 但这一仗因为和老对手七十四师交手 不免有些遗憾 第二仗鲁南战役 我军打得得心应手 一次揭灭了敌人五个整旅 蒋介石有点发火了 为了挽回这两次战役中失掉的面子 派出了八个整编师 要和陈肃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沿决战 其中就有被蒋介石指定为国军典范的 第七十四师 及被刚授予三等云徽勋章的中将师长张灵虎 雄心勃勃的张灵虎带着七十四师 和其他军队一起打下树羊 兴安镇最后攻到了山东的南大门韩城 而潭城距临沿还不到一百公里 蒋介石张灵虎完全摆出了一幅 和我军武力决赛的架势 实际上是何为我军主力 在这一点上 蒋介石和张灵虎这对师生盘算得很好 他们都认为陈肃能与之决战 因为一年前陈毅就在临沿 同来访的驻青岛美军司令克莱门将军 曾经说过要坚决保卫林仪的话 然而他们却放弃了陈肃随机应变的拿手好戏 陈肃没有争一日短堂 决定放弃民意北上求监李仙舟兵团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电影南征北战所描述的史实 陈毅此时不打七十四师 日后他曾诙谐的解释 当时七十四师张灵虎留在南面 我们没有动他 准备把猪养肥了再杀 油水会更多一些 全面进攻这步棋没有走好 蒋介石只好收拢鞠马炮 重新排兵布阵 精心策划了他的第二步棋 重点进攻 他把最大的赌注压在了陕北和山东 仅在山东战场就陈兵四十五万人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就有三个集结于此 老毛深算的蒋介石告诉他的学生说 山东问题解决了 就等于全国问题解决了十分之六 这次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 改变了战略战术 加铃每天只以平均六公里的速度 向北推进 采取了密集靠拢 加强维系 稳扎稳打 逐步推进的作战方针 这就是所谓硬核桃加烂葫桃战术 让蒋介石得意的是 这次从一开始 他就把诚意素欲 推入了被动的境地 从兵力上讲 我方是27万 敌方是45万 兵力对比几乎是1比2 从装备上看 我方还基本是小米加步枪 敌方已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 双方几乎没有可比性 从人员构成和训练程度看 我方27万人中 少部分是刚放下锄头 就扛起枪的新兵 还有少部分 是刚脱下国民党服装 就被收编的俘虏 就是原来的山东 华中的大部分官兵 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 而七十四十 中上级军官 都是训练有素的 黄浦军校毕业生 全军上下 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 特种训练 而陈毅 却是军校的落榜生 后来随说在黄浦军校 武汉分校工作过一段时间 但只是做点文书工作 素欲 一天军校没有上过 纯属自学成才 摆在陈素面前 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 就是与气势汹汹的 蒋军决战 这是蒋介石和张灵甫 梦寐以求的 第二条路 就是让蒋军集团滚动过来 我们北渡黄河 夹着铺盖离开山东 这又正中蒋介石 和张灵甫的下怀 此时的陈素 陈素陷入两难境地 那就是打不过又不能跑 素欲在地图前 名思苦想 他要为二十多万华野官兵 找到第三条路 当时战很难 很难 因为敌人接种了那么多兵的 而且又采取了密集烤龙 一百公里的阵面 接种了那么多部队 我们打哪一个部队 敌人都要很快就来阵 很快就来阵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陈素 陈素一同志 就考虑了 如何打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创造战绩就非常重要了 你必须要一个创造战绩的过程 这里面也是磨料的问题 磨料应该属于主观的东西的范围之类了 那么我们 我现在记不清楚 大概可能那个 一个多月的时间的吧 这个中间 又打一打车吧 是吧 到东边又到西边 什么怎么 讲中其中 还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创造和寻找战绩时的东奔西跑 被陈毅称作耍龙灯 这也许是被蒋介石逼出的第三条路 当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的汤恩伯 把陈素的这种战术叫做山代王战术 陈素带着部队在宜蒙山区或东或西或南或北 又是敌人在一个月内往返行军一千公里以上 拖得敌人疲惫黄祸 陈毅却面对蒙山遗水七十二故 七十二故失信大发 林毅蒙音心态 路转峰回石怪 一片好风景 七十二故堪爱 堪爱堪爱 将军进攻必败 不知汤恩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陈毅的这首词 气得汤恩伯直跺脚 不消灭陈毅 素育 我就不是汤恩伯 华野部分官兵对素育的战术也有些费解 光走不打 官兵有些急躁 素育 站在那张军用地图前 他的大脑里在高速运转着 他在那张军用地图前